与主播思慧小鲜肉 进交前公婆勒索250万 欢迎您锁定TVBS下午4点周1600整点新闻 我是秦琳谦 TVBS主播秦琳谦 三年前和前夫吴炳辉结婚 这段婚姻只未知11个月就结束 没想到她还被前公婆勒索250万 令人震惊 原来吴炳辉前年带着真信社 抓到秦琳谦和小鲜肉安德烈 共处一室 两人离婚后 前公婆竟以公开抓捡影片为由 要求秦琳谦给他们250万 秦琳谦气得提告 前公婆道案声称 这些费用包含房租 婚纱费和家具等费用 但检察官认为 这些费用不可能高达250万 认定秦琳谦前公婆恐吓将两人起诉 对此秦琳谦回应 是前公婆恐吓取材 并强调她没被抓到什么 请媒体切勿使用桌奸这个字眼 东新闻新北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